HELLO 大家好 很久不录视频了 突然间 就今天就录一个2019年回顾吧 那如果你好奇今年2019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好奇我2019年做了什么 但是要是好奇的话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那就从2019年1月份开始 1月份的时候开学大概是在1月14或15号 我决定就是开学了之后就健康生活 那在之前呢我基本上就是吃外卖啊 然后吃各种甜点 就是在加拿大就是买可能6个面包 或者4个蛋糕 4块那种小蛋糕就可以免税 然后我就会买 买完之后我就可以一次性吃完 然后也不会觉得腻 然后以前就是吃特别特别甜的东西 大概就是这种很不健康 然后之前圣诞节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有饭吃 说的好惨 就是有时候不想做饭 就会吃旺仔 叫什么 旺仔先贝 旺旺先贝 对 什么的 反正就吃了非常不健康 所以当时在1月份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我要健康生活 但我也没有就想push自己 就是啊 一定要全部吃蔬菜啊 全部吃素啊 或者怎么样子 我就说那我就自己做 然后因为我是个很懒的人 所以我要做的话 我可能就是煎三文鱼 煎三文鱼还有青菜 就是半盘青菜 然后一半三文鱼 然后就淋一些 就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我也没有像 然后我是借糖 我糖肯定是借了的 然后我就开始喝苹果醋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那时候皮肤很不好嘛 然后就想说 那时候不定喝醋 就是喝点帮助 所以我就是苹果醋兑水 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喝 每天都喝 就是我一喝水 我就会加点苹果醋进去 然后大概慢慢的 我其实我对甜品的那种渴望 就不会 就没有那么严重 就甚至我也不会就 无缘故就想说的说 去吃蛋糕啊 或者去吃炸鸡啊什么的 然后 这样子的话 大概就过了一个月 然后 同时我那时候也 开始了 间接性断食 就是 开始十六八的断食 基本上就是只吃两餐 看到两餐我就会吃得很健康 我会早餐吃一餐 就是麦片 加点奶 什么的 然后晚餐吃一餐 就是三文鱼 然后 中 中间的话 因为午餐 我其实没有时间做 也没有时间吃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会跳过 然后 所以就开始了 像健康 生活之旅 然后一直保持了一整年 虽然说有的时候 你会可以看到我说 吃火锅啊 麻辣香锅啊 就各种各种好吃的 但那些一定是和朋友在一起吃 就是和朋友出去吃的时候 我肯定是吃得特别好 而且就是能吃多少也 反正就 反正就会吃得特别好 但 但是健康 健康就是 生活了之后 我就会知道 我吃到哪一个点 我肚子就OK了 我不会把自己吃撑 因为吃撑还蛮难受的 然后 所以其实即使和朋友出去吃 大吃大喝 我也知道 自己那个点在哪里 然后就不会吃太多 就还可以 也是在 健康生活的那段时候 我开 我健身嘛 然后 也是跳出舒适区 只穿运动内衣 还有裤子 因为其实在国外 很多人都这么穿 只是 毕竟 亚洲人都 不是特别习惯 就暴露自己身体 但我就觉得 哎 反正健身房大 大家都这么穿 你自己这么穿 别人也不会觉得说 哦 你这睫毛好肥啊 哦 你这 手臂的肉好肥啊 就其实在国外 比你胖的人很多 或者就是 或者比你不健康的人很多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这么穿 你这么穿 其实也无所谓 这样 然后 我当时还请了一个私教 其实那个私教是 去年的时候请了 但只是被 骗了一下钱 具体 就 具体怎么会被骗钱呢 基本上也是自己存 这样子 然后 那时候还剩很多课程 所以我就说 那我把这些剩下的课程 全都就是上完 所以那时候 那段时间也请私教 其实私教的话 我个人还蛮 喜欢的 然后要是有条件的话 我也会比较推荐你 就是请私教 因为会有个人监督你 其实还蛮爽 然后你也不会就是感到 像自己个人在健身啊 不会这么无聊 然后 你做的每个动作都是标准的 所以就是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还有和一个朋友 去了魁北克玩 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 其实还蛮搞笑 因为我们就只去了两天 可能一天半的时间吧 我们就是一下子一个去一个回 就是很快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考试 考试的时候 快考试的时候 时间比较赶 然后我朋友他要去办美国签证 但魁北克他办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 连夜坐了那个公车 坐大巴过去 其实大巴和飞机他们好像 大巴和火车他们时间差不多 但价钱差太多 所以就无所谓 反正就是坐大巴过去了之后 连夜坐过去 然后他就去面试 去办他的签证 然后办完签证完 我们还有大概三四个小时 可以就是 玩的时间 所以就去那里 就是逛了一下 然后又是就是赶回来 但是差一点 差点赶不上公车 公车 就是差点赶不上大巴 但是还OK 九个小时没有吃饭 对就是还蛮刺激的吧 就觉得 还蛮有意思的 就年轻的时候 我读出这些 嗯 换了工作 就是打工的地方 还认识了很多 我的朋友 就是大家都很好 整个店里的氛围都特别好 所以就还蛮感激 然后我还参与了一个化妆品活动 但只是那个化妆品呢 嗯 它还是那种反例 反现 反例活动 啊什么 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让我参与啊 什么怎么样 嗯 那个化妆品牌子也不是什么 特别大的牌 但是 啊 反正我就觉得有点sketchy 就是有点 嗯 有点奇怪 所以我就也没有参加 也没有再跟他们那些人联系 又和同一个去魁北克的朋友 我们两个又去了纽约 啊也是 就是因为 嗯 他办了美国签证 他要去美国实习 所以 嗯 就是 毕竟人家在 美国人生地不熟的 那就陪他去呗 而且我也没去过纽约 没去过 然后 去了之后 其实还蛮 蛮有意思的 就是 我当时 当时我们飞机延误了 本来要去三天了 结果我只能去两天 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就把整个 从就是 New York New York 就是从 那一个 叫什么 华尔街 从华尔街就一直走 就是沿路走那些 就是 like景点 沿路走到那些景点啊 SOHO啊什么 一直走到 中曼哈顿 然后走了我大概一整天 但是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 可以看到纽约不同的 那些建筑啊 风格 还有纽约的人 然后整个街景 就整个气氛吧 就觉得 还不错 但真的就很累很累 然后第二天的话 我是 我是走 就是 曼哈顿上面 就是 Central Park那一边 从 Central Park中间 开始走下来 往 中曼哈顿走 因为那里有一个 就是美国 他们自己本土的 华商品店 叫 Alta 华商品店 华商品店 所以我很想去看 然后那个就在上面 所以我就从沿路走下来 走Madison Avenue啊 还有 就各种 然后去 Grand Terminal 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觉得 纽约城市真的很大 去完纽约之后 我还第一次做指甲 我真的不要嘲笑 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那个 像假片这种 因为我指甲 指甲盖特别小 所以第一次做 其实还 怎么说 一开始肯定不习惯 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精正女人 就拿东西就只能 这样子拿 然后 但怎么说 对指甲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就等那些指甲都掉完了之后 哇 就自己原本的指甲 面无全非 而且她也经常就是在 在你中间那里断掉 所以我觉得还是算了 我就以后再也不做 反正就经历过了之后 我就OK 是这么一个回事 我再也不会做了 OK 呃 对 然后 我和一个朋友参加gay pride parade 就去看 他们那些同性恋游行 还还蛮有意思 看到了土豆 就是我们的总理 然后看到各种裸人 然后 其实我很佩服 就是那些能在大众面前裸的人 因为这是很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能够做出这些事情 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就还是值得令人 就是敬佩的 对 然后回国的时候 见了 见了很多好朋友 也不是很多 就是 比较亲近的朋友都见了 然后 这一点让我很 想欣慰吧 就是因为 我上次回国的时候 我各种 各种人都见了 就是即使不熟 我也都见了 然后 然后 就见了万七八糟了 然后这一次的话 就只见一些 之前 就比较亲近的朋友啊 一起去吃饭 然后和姐妹们 一起去台湾 哇 真的去 去台湾吃了超多好吃 然后玩了超多好玩 然后也是 唯一有那一次 让我就是 真正认识到 其实 但是 我一直以来 觉得 两个人去旅行就够了 最多只有四个人 因为人一多的话 就会很麻烦 就可能有些人就 不想去这里啊 有些人去饭了 或者怎么样子 但是和 这次和姐妹们 一起去台湾的话 我觉得一点矛盾 都没有发生 就大家就是很和平 然后就很快乐 然后而且就 基本上每个人就是 like性格上 互补 这样 可能会有那么 两三个人就是 搜一下地图 或者就是安排 整个旅程 有一个人是安排 我们所有的旅程的 然后 然后我是其中一个废物 就是什么都不做 只是付钱的人 这样子 然后 然后我们都还 比较chill 就没有说 谁抱怨啊 今天走路走好远啊 怎么样子 只是要是真的太累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 就是随便说一说 就是 抱怨一下 就说真的太累了 但过来也都还好 而且就是玩得特别开心 就意识到就是like 有情的价值心吧 因为 好那么多人出去玩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说 就只考虑自己一个人 所以你要去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考虑大家要不要去吃 所以就不会那么自私 哦还有就是暑假 其实也有一点 就开心的时候 非常非常开心 但是难过的时候 也有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 简直一个是顶 一个是就是最底 因为 那时候 我就没那么难过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他已经 不再痛苦了嘛 我知道他没有 就是在人生那种病的那种痛苦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嗯 对 然后还学会了攀岩 就是和朋友一起攀岩 其实攀岩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攀岩让我学到就是 我一开始攀岩的时候 每次就是快到顶部 快到顶部那个岩块 我都我我都就是都抓不了 都觉得要放弃 然后就算了 但过后的话 我是 过后 过后 过后的话等我攀到最后一个眼块 我最后一两个眼块 真的其实很累很累 而且就是比较难 我虽然就是哭着爬着上去 哭着叫着上去 就是啊 然后然后终于就是抓到最后一个眼块 就觉得 OK OK完成了 嗯 就感觉就是以前我真的就是一个不能 特别坚持做什么东西的人 就是 三分钟热度嘛 就做一下做就觉得啊 whatever 然后就 就算了 但是攀岩的话可以让我就是 看到自己一点点的进步 然后 也发现 其实有些事情 哭着爬而坚持下去也都还好 在万圣节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们去蹦迪 然后也帮他们化了妆 其实真的很好玩 就是和 几个朋友 然后我还有其中一个朋友 他有个卡座 在二楼 就是二楼可以就是俯瞰整个 整个夜场 然后 而且人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就是 玩得很开心 然后那时候就 嗯 也是算是第一个万圣节和朋友在一起吧 还和朋友一起去了一个warehouse sale 就是自重堂的他的 他的 倡库活动 然后自重堂的他 就是 旗下不是有很多别的牌子吗 所以那些别的牌子啊 那些别的牌子啊 然后 我就买了三瓶香水 嗯 然后那也更神奇 因为我没有去过 然后等到年底的时候 等到年底的时候 两个星期内约了六个饭局 惊呆了 就是真的是每隔两三天 就有一个饭局 就火锅啊 麻辣香菇 火锅啊 还有 就是在别人家吃那种 like Christmas gathering的那种饭 然后还有 还有啥 就基本上就一直在约饭 就很饱 哦哇 对 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份工作 所以也认识了就是别的新的朋友 然后我 因为我也没有打算说圣诞节 会交对象啊怎么样子 所以我其实圣诞节 还有就是新年 我应该就是一直在上班 对 因为I'm not planning on 就是 get into a relationship but if I do 就 再说 这样子 对啊 然后基本上生活方面 就是这样子 都有一整年下来 其实 学到的真的好多 我觉得 最主要学到的就是 友情吧 就没有那么自私了 之前我一直 之前真的我还 我 我人是比较自私的 虽然说就是 笑嘻嘻的 但其实我内心就真的很冷 我就要压 就光是吗 这样子 但现在的话 我 嗯 我去买一个吃的啊 或者就是顺路带一个吃的啊 什么的 我会问一下同事 或者朋友 想不想吃 就要吃的话我就给你买 或者就是会 连问也不忘了 就先多买一份 要是想吃的话 他们也可以直接吃 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开心的表情 让我自己真的很开心 就是 就 I think 2019年就是 all about giving like 我带一些吃的给同事吃 其实一开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吃 所以我多买一份给你吃 这样子 然后 然后 我发现其实 就大家真的很开心 而且他们会把你的好记在心里 然后觉得很感动吧 就是 but that's not the main point 就是我还是希望 我朋友们能够开心 我可以带给他们 就是快乐 这样 然后 就 说学习方面 其实学习方面我没什么特别可说的 毕竟我也不是学霸 但是确实是我学习方面的话有很大很大的进步 就是说 怎么说我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 我 首先不习惯 要自己个人生活 自己个人做饭 然后 deal with 那些房租啊 然后 交通啊 还有 就是 各种各方面的全都 再 涌在一起 就 扑面而来 然后就无法 就是调整 调整balance 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在一个比较病态的关系里面 所以我也 没法集中精神去学习 然后就导致我成绩遗落千丈 然后我就停学 停了三个月 其实说起来 确实是 感觉有那么一点丢脸 就是我被停学了 然后我爸妈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可能我发出去他们会知道 但是 but I don't know 他们还不知道我的channel whatever 就是 怎么说我觉得都是一个经历吧 就是 停学没有说好 或者不好 只能说是一个 你吸取了这个教训 然后你从中学到什么 我觉得就比较重要 所以 所以 那时候停学 那段时间我就去学了画画 去学了美术啊 去上上班啊什么的 然后最终还是觉得 还是上学 就是回去学 比较好 所以我就回去学 就是回我本来的上课继续学习 但那时候因为我被停学了之后 我上了课就比较有限制 就可能只能上三门课啊这样子 但也还好 因为毕竟它是让你从停学的这个休息时间 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就是 就真正完成 就是 like a full course load 这样子就可以 就真正上学的期间 然后那时候的话 我其实还做得蛮好 就是 就一直也保持的不错的成绩吧 就是 然后等到 呃 9月份的时候 我开始上就是金融 还有 还有什么 呃 我忘记我要上什么课 金融还有一些 就是管理课程 那金融课真的难 但是我 呃 比较自豪一点就是说 经常我做笔记会看课本 我前 前半个 就上半个学期我做得很好 但 呃 过了may term嘛 就过了期中考试了之后 我到下半个学期就直接slack off 就直接啊不想看书 什么都是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然后就成绩又非常非常不好 就坚持不下去 但是 这个学期的话 我真的坚持下去 就是 每一天或者每一周都坚持 就是看课本 然后都 每天都做一些 就不会等到最后一个星期啊 最后那么几天 就全部都 呃 全部都做 就全部都crime在一起 那种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 我了解自己 我知道前几年 呃 我知道我大学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是 把他们集中到最后 最后一个星期 我自己心里觉得 啊我可以的 我ok的 我可以学得完 它结果实际上呢 就是 等到最后一个星期之后 你开始读读读 我发现 我操读不完了 真读不完了 我还要熬夜 熬到三四点 我实在做不到 那我感觉直接放弃好了 对我就是 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心态 然后 然后就读一点读一点 然后就开始做笔记啊 就是一直要做笔记啊 然后居然就是把 整个学期的笔记又做完了 而且做完笔记了之后 还做出了一个精选集 就是 最重点中的重点 或者就是 我一些不太知道的东西啊 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好 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是有成就感的 可能你们就一直一来都在做 我就觉得无所谓 但是反正对我来说 第二是一个accomplishment 但是唯一有 一个还要进步的 就可能都多做题吧 就是 我做的题没有那么多 就一直在做笔记 嗯 对 但是也在寻找 就是自己适合的 学习方法当中 就 就还好 对 然后 就是学习方面 没什么特别多说的 好 我觉得 大概就是 19年呢 就整体回顾啊 好像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有幸 看到了最后 谢谢你的时间 就 平淡吧 但是never a dull day 生活很平淡 但是又不是很无聊 就每一天都 不是特别无聊 对 平淡 但是不无聊 好 那我的2019年就是这样子了 我也希望就是 i don't know 好像 反正我身边的朋友 2019年过得都不是特别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but anyway 就是 不管过得好 也不好 我觉得从中学到什么 有什么 经历 或者经验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2020年 也好好生活 好好过 对 那就先这样子了 谢谢观看 See ya